中国版星球大战,美国跟不跟呢? 老实说,中国其实没有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 但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让美国感到害怕 简单科普一下,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上世纪编造的一个骗局 当时美苏两国正在进行军事进备 不过两个国家军事力量都差不多 尤其是核打击能力,谁也没占到便宜 本来大家和平相处倒也没啥 但美国不乐意啊,一心一意想搞死苏联 于是就对外公开说,美国要制定一个战略防御计划 简单来说就是建设太空基地和各种空间防御系统 比如防卫系系统,机关武器等等跨时代技术 用这些先进的技术来拦截苏联的核力量 一旦成功,就可以打破美苏核平衡 苏联那边一听,美国这事要逆天呢 也赶紧研究类似的武器 后来,这个计划被揭秘是假的 美国压根没研究类似的武器 真实目的是利用军事禁备拖垮苏联的经济 可苏联也必须跟哪 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那苏联不就完了吗 最后苏联也的确被拖垮了经济 现在中国和美国也和当时一样 虽然中国没有所谓的星球计划 奈何中国的武器发展太快了 各个先进的武器一个又一个冒出来 而且还亮大光宝 什么量子卫星空间站就不说了 单单这两个月 中国先进武器突破速度 直接刷新了美国的认知 先是歼35首飞,性能调达F35 接着是两架6代战机同时亮相 隔了一天,076无人机航母 以及空井3000首次出现 美国上下无比震惊 这些武器每一个拿出来都是跨时代的存在 别的国家可能十几年都没研发出来 中国缺根不要钳子的 一个接一个出现 母机下弹的速度都没这么快 说实话,美国这次也是真急了 要知道,当初美国星球大战计划 不过是PPT,并化得很大 但实际上没有几个真正研发出来 中国呢,简直不讲武德 PPT一个都没有 都是悄悄布局 太空的空间站和月球基地 天上的五代和六代战斗机 海里的航母和驱逐舰 以及雷达、预警机、量子卫星、激光武器等等 如果你仔细看这些先进武器 你会发现 简直和美国当初设想的 星球大战计划的武器非常相似 甚至已经打破了中美军事平衡了 更关键的是 中国还曾经提出过南天门计划 严格意义上来说 南天门计划就是中国一个未来科幻IP而已 是咱们对未来科幻战争的幻想 只是,这个幻想像三体一样 脑洞有点大 比如围绕软鸟空间航母 空间战机、粒子炮等等 打造一系列太空战斗群 老实说的确过于超前 所以科幻迷们就当做一个电影来看 但是在2024年珠海航展后 这个看法就变了 珠海航展上竟然展示了白底空间战机 这款战机就是南天门里的隐身空间战机 虽然只是个模型 但是能在这么严肃的场合里展示 这就让美国很纠结了 当初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就是扬谋 相当于告诉苏联 我要研发更高级的武器来打你了 你跟不跟 你跟的话 我有制造业优势 就可以用低成本来拖垮你经济 你不跟 我未来就可以用代差武器搞定你 现在同样如此 白底空间战机就是名牌 暗示 中国南天门计划虽然只是幻想 但万一是真的呢 这种虚虚实实 让美国陷入当初苏联的尴尬局面 如果跟上中国的脚步 那以中美制造业和成练的差距 美国肯定会被拖垮经济 如果不跟吧 未来可能就要面临中国饱和的太空军事力量 当时有些美国专家就倾向于不跟 毕竟 星球大战计划 可是他们玩剩下的阳谋 而亚斯美国最后跟稻草的就是 六代机和零G6 美国压根没想到 中国能这么快突破这些技术 做到连美国都没做到的事情 既然六代战机都能这么快做出来 那么给中国几十年 南天门计划未必不能实现 当初苏联面临跟不跟的问题 现在轮到美国了